经济的发明,我自己都很惊喜 为什么?因为平时我们呢 因为我觉得用那条地步呢 没有用那条T恤怎么好用 因为不要的T恤,我好聪明的 真的T恤的皱纸剪破了 对比我告诉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你不可以穿的 因为他是地步来的 我把他的皱纸分开来 跟剪开来 你们一看到,这个地步我不可以穿了 为什么我穿了T恤呢? 第一,他很容易清洗 第二,他比较容易抓到 他又很容易干净 很简单 你为什么看到我的沙子有什么多地毯呢? 其实我懂得解释一下 为什么冰柱要放地毯呢? 主要冰柱要放地毯呢? 因为我们当时大溪的东西 那些东西很不少石油,斗石油 哇,头痛了 然后呢,我就放一块的树用的 一个洞一个洞的 然后放在这边 然后呢,这个布 塞住里面 塞住里面 为什么会使人呢? 因为方便我的东西 不小心,不容易 跑在里面 很难挖出来 蚕蚱啊,什么都在里面吃 就是很麻烦的 所以,所以变成呢 我就用这个方法 如果我不小心抖写东西 就在这边的,没关系 我就拉出一块布来 清洗一下就OK了 里面的一两个月 就先洗一下也没问题 OK 一两个很解释给你听 为什么 你看我东西 到时候我怕东西 小就里面 变得很难打扫 还有那样东西告诉你很重要 这个就是洗手 为什么洗手这么重要呢? 因为洗手里面 以前我们很多水啊 啊,冲结啊,什么什么 很容易走出来的时候 我们这个地霜 一来补 很容易湿的 以前我一天 可以用五六条 都没办法 湿了,我要弄 湿了,我要弄 因为湿的 水都可以流出来的 真的很恐怖 后来 我都做了好几年 我自己地霜 第一个 为什么我没有放那条铁呢? 那条铁就方便我呢 固定这条衣服 没几个跑位置 就是跑掉的位置 整条拉出来 就不好了 不方便了 那又固定一个位置 那条铁来的 我捏一只胶子 或者是 那条铁就不够伸手了 那我就放在里面了 方便用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了 找来找去 为什么我 你看到我 有这种东西 就是很简单 因为 当我们出来的时候 这水 这都没有厉害 这都最厉害的了 一天七八条都死了 用的那个方法 不用 整天 这条可以保持钢上 爽爽的 没有 怎么湿的 为什么 它就是这个圆里 这个湿涌来的 破洞的 好 好想将它展高了 那么 其他的空气 里面有空气 比如这条尸料 尸料 尸料 之后 它最理命 塑料 太多水 给它泡了一种水 外面 透气 如此 鼓劾 我一听 完全不用管它 它自己尸料 也是肝的 那就是尸料 等一想 它又肝 肝了又肝 就好像我们说 它自己 用这个方法,就是令他干了 我告诉一个伯母,他不相信了 后来他都相信了,他整天都据我放了 为什么我不喜欢地毯呢? 地毯很难曬干了,它是一种厚厚的 清洗又比较困难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用一条T恤 第一,容易清洗 看你怎么设计你的方法 所以我喜欢用T恤,几十年 所以我没做一样东西,我不停不停用 这个方法好不好,哪个方法好不好 不停的try,try,try,try 所以我都可以说 以前都试过好几年,自己慢慢经验 突然间找到一个方法 我今天跟你们分享 不过这个东西真的蛮管用 真的蛮管用 因为以前我没有用的时候 真的一天呢 可以七条八条十条 哎呦,我的衣服都没有怎么厉害的事了 如果你用低毯的,要臭,要厚,要难洗 对不对? 所以我用这个方法 认识问你了 如果你们不学 你们找饱了 找饱了 嗯,ok,够了 你们明白了吗? ok,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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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